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 我是老胡在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号 农历正月29星期二 今天要和您播报的主要内容有 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 安省延长警方紧急权利两周 加拿大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弹药 安省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 安省计划将15元最低工资扩大至5004G 多伦多居民阴差旗被砸车窗 扎轮胎 温哥华岛突发爆炸一位平地 6人受伤 22岁世界部男子遭枪击死亡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首先是安省的疫情 3月1日 安省新增加1176例确诊病例 死亡人数增加16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2451人 住院治疗人数大概是914人 中证监护室有278人 其中有162人需要使用呼吸机 昨天实验室总共完成了13,087例的检测 阳性率为10.3% 在确诊病例中 没有接种疫苗者为165人 部分接种者是27人 接种疫苗情况不明者为126人 完全接种者为858人 3月1日 多伦多有223个新病例 约克区有80个 帖友区70个 截止到昨天晚上 安省总共注射了3,170万极的新冠疫苗 12岁以上一级注射率已经达到92.6% 完全接种率为90.5% 这是昨天 币西省的疫情 币西省2月28日 新增加279例新冠确定病例 住院治疗人数大概是549人 重症监护室有85人 死亡人数增加2人 累计死亡达到2873人 这是阿尔波塔的情况 阿尔波塔2月27日 新增加383例新冠确定病例 有1224人住院接受治疗 重症监护室有83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3912人 看一下魁北克的疫情 魁北克3月1日 新增加698例新冠确定病例 有1439人住院接受治疗 死亡人数新增加19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3996人 这是截止到3月1日中午 全加拿大的情况 到3月1日中午 全加拿大累计确诊 大概是329万 比昨天增加8400多人 累计死亡大概是36500多人 比昨天增加50多人 累计确诊是314万 现有确定病例大概是109000多人 安省延长警方紧急权利两周 安省延长了赋予警方的紧急权利 以帮助清理在反对新冠肺炎措施的示威期间 造成的路障 增长福特上周结束了 于2月11日颁布的紧急状态 但他说赋予警方的权利 仍然生效至周六 而有延长的可能性 福特的发言人 在2月28日证实了赋予警方额外权利的命令 已延长两周 赋予警员的权利 包括撤销牌照 命令移走车辆 或向租赛重要基建的人罚款最多10万元 在沃泰化石中心的占领行动开始两周后 和在大石桥上的路障 扰乱了位于文莎及地特律的重要边茂贸易几日后 福特便宣布了进入紧急状态 他表示 旨在设立一些临时措施 以拥有停止对基建的封锁 但仍未表明其政府会计划如何实行 加拿大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2月28日宣布 加拿大将提供反坦克武器和升级的弹药 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发动的暴力和无端入侵 杜鲁多说 周末期间 古今总统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残酷的攻击 但乌克兰人的态度依旧强硬 整个世界都被他们的抵抗力量和强度所顾武 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军队的营用防御 杜鲁多表示联邦政府计划禁止进口俄罗斯的所有原油 加拿大此前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780万元的武器援助 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 加拿大一直被追尾政府是否会采取更多行动 杜鲁多说 我们宣布了将运送新的军事物资 包括防弹衣、头盔、防毒面积和夜视镜 我们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反坦克武器系统和升级的弹药 杜鲁多强调了加拿大近期已经采取的一系列制裁设施 他欢将就乌克兰局势会见另一个事件反应小组 并出席又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会议 与会的环有其他盟国和北约领导人 自从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以来 加拿大政府几乎每天都在宣布应对不断恶化的战争的下一步措施 从对俄罗斯关键人物和机构的一系列制裁 包括禁止加拿大金融机构与俄罗斯洋行进行任何交易 到加快那些希望离开该地区人的移民程序 联邦政府还为加拿大武装部队向北约提供空运支持 同时关闭加拿大领空 不让俄罗斯飞机进入 安省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 自从声仗福特在2020年3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 安省一直处于封锁状态 最新一轮的公共措施是在圣诞节前后开始生效的 再次关闭的餐馆和健身房 同时严格限制社交聚会 一个多月前安省重新开放 允许健身房和室内餐饮以50%的容量回复 开放安省的三段开放计划 每个阶段原本应相隔至少21天 以便监测公共卫生趋势 然而安省在2月初宣布了一个加速的时间表 此举是安省提前14天完全重新开放 安省于2月17日进入了该计划的第二阶段 社交聚会的限制增加到室内50人 室外100人在需要提供疫苗接种的场合 容量限制也被取消 举办体育赛事和音乐会的场所允许有50%的作为 而室内婚礼葬礼或其他宗教仪式的人数上限 为在物理距离内可以容纳的来说 第三阶段的开放计划将在3月1日开始 最大的变化是 安省取消了对室内非必要场合的疫苗接种证明的要求 这意味着企业将不再需要顾客提供至少两极新额疫苗的证明 不过企业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选择继续执行这项规定 一些业主告诉媒体 他们将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以确保其员工的安全 更让顾客放心 长期护理和保健的行业的疫苗要求将暂时保持不变 所有其他室内公共场所容量限制 也将从3月1日起取消 口罩将继续保留 但是官员没暗示 该政策可能在3月的某个时候取消 安省卫生官之前表示 当时间到来时大多数行业可能会同时取消口罩要求 官员们还表示 其他政策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被调整或取消 一路在一些工作场所的强制隔离或疫苗要求 随然这些公共卫生措施的取消 可能会让许多安省居民松一口气 但也有专家警告说 仍然需要谨慎行事 安省计划将15元最低工资扩大至Uber司机 安省生长福特及劳工厅将宣布政府会将设立数码平台工人权利法案 为进行数码平台工作的工人 比如Uber 导带是司机 收地员及其他透过一个应用程序寻找工作的人 设立爱心权利 法令会给予这些工人15元最低工资 不包括小费 但最低工资只适用于活动时间 即司机正在进行送地或驾驶时 当司机在两者之间或正等待下一次运送的时间则不适用 劳工厅上表示 没有零工应该被赋予低于最低工资 当被问及为何新法力不会扩展至零工的非活动时间时 他这只是个开始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些在零工经济内的工人有了这些改变后将会比昨天更好 他正为否定 向南大Uber去信促请他为旗下司机设立最低工资 我听到Uber的提议 但我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我们也看到这些公司没有行动 因此我站出来做这些改变和支持这些功能 不止最低工资 新法律 议会为零工展示新的权利 包括他们会收到书面资料 关于如何计算薪金 他们如何分配工作的决定因素 表现评分系统及差列评分的后果 小费会如何及何时由操作员收集 以及定期支付工资的时期和发行日 法案一旦通过 议会禁止平台操作员扣小费 提供从平台被移除的同志及原因 并授权与安省的零工可以解决与工作有关的救赔 法令另外有指明就业状况 只需成为数码平台的工人便可获得这些权利 这是国家政府与六月大选前一连串的支持工人的最新措施 去年12月政府就计划为零工提供健康及雅克福利 我们三年半以来一直努力工作 看一套工作的未来 计如何改变什么类工人的情况 在这方面总会有更多事情发生 法案会与周一提交至省议会 并会在宣布成为法例后生效 多伦多居民因插旗被砸车窗扎轮台 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仍在继续 一些多伦多居民近日投诉说 他们因为在车上插着乌克兰旗帜而遭到攻击 其中一人说自己的车窗被砸 当时车里还坐着孩子 从乌克兰移民到加拿大的麦和表示 其他家人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那里正是此次俄罗斯军队袭击的目标 周日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准备驱车参加在多伦多进行的支持乌克兰的游行 当他们开始来到street1巴斯斯附近的一处十字路口时 有人靠近他们的骑车 并持下了车上的乌克兰旗帜 那个人把旗帜扔到地上 接着回到另一辆车里 那辆车上插着俄罗斯器 迈克兰忍不住里也下了车 走上前去抓住那辆车上的俄罗斯器 也帮他扔回到地上 接着回到自己车上 不过事情发展到这里又进一步升级了 那个人又回来开始砸他的车窗 当时他年幼的孩子还坐在后面 温哥华岛突发爆炸一遍平地 六人受伤 非市省温哥华岛纳奈摩 一间空置房屋发生爆炸 两人被送往医院 爆炸发生在周日晚上八十二十分左右 地点靠近Piles Street与Fate William Street的交叉路口 爆炸后碎片散落在附近的范围 调查人员怀疑 爆炸是由天然气泄露引起的 警方发言人表示 这间房子是控制的 但要一个月前 路口被驱离 爆炸一平地房屋 并对附近的一间房屋造成破坏 其中两人因为非箭的剥离片割伤 据非市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称 另外还有四人因为轻伤在现场接受资料 武警居民说 听到很响的剧响 听起来像是一棵树撞到房子 或者屋顶塌陷 爆炸震动声很大 一是在两个街区之外也听到响声 天然气供应商在周日晚间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目前尚未确认爆炸原因 当街坡到场后发现有气体泄露 工作人员把气体供应截断 22岁释加坡男子遭枪击水防 周一晚上一名男子在释加坡遭多次枪击后死亡 多伦多警方说 下午5点10分左右 为以Morningside Avenue的一个停车场上发生枪击 一名22岁男子身上有多处枪伤 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后 与当晚死亡 到目前为止 死者的身份尚未确定 警方表示 枪击案发生后不久 在目击者的协助下 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距离现场约1公里的地方被逮捕 警方找到了一把枪 警方呼吁 知情者联系警方 看一下汇率和天气预报 3月1日的汇率是100加元大概兑换497.9元人民币 明天3月2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 0下2度到0下15度有雪 多伦多 3度到0下8度有雪 温哥华 11度到6度 五小雨 魁北克 0下4度到0下14度 少云 卡尔加里 0下3度到0下8度有雪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你能订阅私频道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